看看新闻网 主演的咱们结婚吧和胜利 均入围了最佳剧作的角逐 黄海波凭借咱们结婚吧所带来的高人气 以及在胜利中的颠覆性演出 曾让业内人士对他十分看好 甚至有摘得上海电视电影节 双料最佳的希望 然而在最新的上海电视节提名名单中 风头无俩的咱们结婚吧 唯独没有入围最佳男演员提名 黄海波也注定无缘失地 而同样受到影响的 还有将在今年秋天举办的金鹰奖颁奖典礼 作为今年收视最高的电视剧作品 咱们结婚吧一直被视为大热门 不过从目前的业内反馈来看 最有希望加冕金鹰奖的黄海波 甚至连提名都没有 是否多了 还有什么 是是否多 表彰事件对于黄海波事业的影响 已经可以预见 不过另一当事人的曝光度 却是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从生理缺陷到整形过程 刘欣宇的被关注程度 甚至超越了黄海波 院方表示 当初医院曾和刘欣宇签订过协议书 对方同意医院 无偿使用取消项权 娱乐新天地 再来一声叹息 综合报道 拿后准备 在转移